食物从我们求套者的角度来讲 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就是能够让我们定进的食物 第二类是能让我们躁动的食物 第三类是能让我们产生惰性的食物 像我们的水果蔬菜骨类 以这类食物为主 就能让我们的心态更容易定进 以第二类食物像鱼类肉类 还有我们的调料品 葱 蒜 纳椒之类的 这样的食物会让我们心绪不安躁动 第三类是腐败发酵之后的食物 就像我们的啤酒 臭豆腐之类的 这些食物会让我们产生冷漠 懒惰的心态 以这类食物为主 人会怠慢 还会犹豫不举 那从能量层面 可以把食物分为是负能量 正能量和中间者 零能量就是没有能量的食物 正能量的食物大多与水果蔬菜为主 特别多 像我们的黑胡椒 冬瓜 绿叶蔬菜类 大多属于正能量的食物 包括我们喝的蜂蜜 也是属于正能量的食物 蜂蜜据科学研究 它是与我们人体血清最接近的一种食物 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杯蜂蜜 加一点姜黄 因为早上属婴 姜黄会让我们的身体阳气升起的更好一些 如果你对它不过敏 正能量的食物又太多 我就不做过多的解说 不能量的食物 这个大家都有心理准备 因为通常大多数都是我们现代人喜欢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人会有那么多的躁动 负能量的食物 像我们的大蒜 我们炒菜经常用来配菜造成香味的 大蒜 葱 纳椒 就是青纳椒 红纳椒 各种纳椒类 茶 咖啡 还有一些刺激物和麻醉剂 都是属于负能量的食物 特别是大蒜 因为我们在东方 特别中国的烹饪中常用 基本上每道菜 只要炒菜都有大蒜 在美国像西方 它也洋葱来代替 洋葱也属于负能量的食物 大蒜和洋葱 都是一种极好的药物 它有药用价值 大蒜是可以帮我们清洗血液的 但是你把它作为一种药用 和你把它作为是普通日常的饮食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大蒜会对我们的神经造成刺激 刺激多了 人就变得麻木了 如果你有肚脐糖需要杀菌 大蒜在短时间使用 是一种很好的药材 而且据印度的一本古老的作作 《废陀经》记载 每一种植物 它用对了 都能成为很好的一种药材 都能治疗某一种的疾病 但是日常生活中有一些 我们不能让身体变得有适应性 到时候就有赖药性和适药性和麻木 所以大蒜它是对我们的神经物 又会有很好的刺激 你看我们通常吃蒜的人 嘴一张开那个味道都是很刺激的 这已经是通过我们身体代谢和吸收的 就相对像大蒜一样 这些负能量的食物作为短时间的食用 或者针对性的作为某种治疗是一种极好的药材 可是长期作为日常的食物来食用 会让我们的神经受到过多的刺激 慢慢的就变得麻木 敏锐有多重要 就像是猫咪 猫咪如果有母猫发情在方圆的山里内 公猫都能觉察到这样的信息 那看到我们人类本来也有的 我们失去的多严重 比如说风圆山里 妻子和丈夫坐在旁边 都不知道对方的需求和对方的感受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所讲的是让生命变得敏锐 肉食和素食 大家就尽量以素食为主 如果真正的你要吃一些蛋白质 你的身体 医生检查说缺少蛋白质 没有问题 可以吃一些鱼类 因为要吃蛋白质 就尽量离我们的人体 这种相近的物质 离这种哺乳动物远一点的 这样子你至少在求到的同时 不协取他的记忆 因为我们这具身体 每一个细胞 他都有很强的记忆的 这就是素食和肉食 生食和熟食 可以大脑中有这样子一个画面 那平时我们也感觉到 就是食物 它在卫生的情况下 不管你生食熟食都要卫生 因为高温有杀菌的作用 生食的话你就要用醋 或者一些其他的方法处理一下 生的食物 它是有生命的 特别是像一个水果 像生的一些蔬菜 它是有生命的 你把它放在日常生活中 你看它能重活多久 而且是特别是一些食物 一些坚果类 你把它放在地底下 它是重新再会长出生命的 煮熟了 就没有这样子一个效益了 所以只要食物是有生命的 它就会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活力 食物的生命失去的越多 进入我们体内 在我们身体呢 就会消耗我们身体 本来有的能量 刚才说到能量的食物有 Zero 就是零能量的食物 我们通常吃这些食物是为了味道 就相当于番茄和土豆 都属于零能量的 它既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但是呢 我们身体吃多了之后 就像我们吃多了土豆 经常有土豆炖肉 是不是又感觉昏昏欲睡 我们吃食物 是因为身体需要这样的能量 一个车子 你加完电加完油 它是不是应该跑得更好 跑得更长才对 我们身体也一样 如果你需要能量 食物补充到底的 是它需要的能量 它再跑起来 身体就会非常的活跃 而不是没到睡觉时间昏昏欲睡 如果昏欲睡就是 身体 它要消耗它的能量来代谢这种食物 它就在吸取我们身体本身的能量 我们来到这里是体验生命的 对不对 体验生命就是要一定的活性 生与死 就是活性与惰性的一种区别 当你生死 我们能够有各种的日常生活 这是一个活跃的生命 它有活性 当死的时候 它就是完全没有了动作 它就形成了一种惰性 对 有的人告诉我 我失眠睡眠不好 我终于找到方法了 我多吃负能量的食物 就会让我睡觉 我很享受睡眠 我有很多学生这么告诉我 没有人会享受睡眠 包括旁边的 这个小家伙 他们睡很多 每天睡十几个小时 但是我们要的是 你休息之后带来的那种活力 人最后追求的都是这种活力 请一定看到这个真相 当你白天进食的时候 吃活性食物 让身体保持活力 不要昏昏欲睡 那晚上它就自然的会进入深度的休息 到第二天白天又会产生一个活力的生命 我们要生机勃勃的活着 对不对 食物就简单讲到这里 因为只要你用心练习 内在清洁工程 用心练习劳力法 身体非常的智慧 身体会知道它想要什么 你就给它什么就行 它应该是家电的还是加油的 是每一天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吃什么食物 吃了是为了给这个身体增加能量 让这个身体更活跃 对吗 所以就不能以当地的习俗 现在世界的习俗来定义 我们今天应该吃什么 难道不应该由今天身体 每个细胞的需求来决定吗 只要你想明白这一点 你的身体就会变得越来越智慧 而不是由我们大佬通过各种外在的资讯 知识广告哲学 当地文化习俗塞进去的一些东西 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 发挥不出它本来有的活性 食物非常重要 食物是带给我们这个身体 能量和活性或者多性的一个能量源 一个渠道